花蓮县植武县文教慈善协会 31号举办了春节前的爱心米发放活动 今年募集了4000多公斤的白米 要发送给花蓮市内1050户 低收和边缘关怀户 创会会长江如龄感谢各界善心的捐款 也感谢里长和志工们的帮忙 让这批爱心米能够顺利的发送给 需要被关心的弱势家庭 一大早会员们自动自发来到协会帮忙 有的斑米、有的贴纸条、有的负责分装 这是花蓮县植武县文教慈善协会的爱心志工 创会会长江如龄表示 每年春节前夕 协会号召会员还有许多的企业社团 共同来捐募白米 要帮助低收入户还有热市边缘户 这是我们花蓮县植武县文教慈善协会 一年一度的岁末爱心发放白米 那也要感谢所有的社会爱心人士 那他们的赞助、他们的帮忙 让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很顺利 那木来的白米爱心米也有到位了 那真的是每一年都是这些人来协助我们 那还有我们的志工 那这些志工都是自己放下手边的工作 来义务帮忙 真的要谢谢他们 那这也希望说在这个社会当中 能够看到所有的爱心人士 对我们所有花蓮市民 一些比较静贫家庭的人 有所帮助 因为在岁末期间 希望他们能够一个快乐的年 今年植武县文教慈善协会 募集了4000多公斤白米 要分送给1000多户若是家庭 如果还有剩余也会把米捐给花蓮县 岂南发展中心 我们发放的量是 一包是2公斤 那一份都是4公斤 那整个花蓮市有44个里 那我们会请所有里长 或者是里干事帮忙 我们去把这些爱心米件 发给静贫家庭跟低收入户 将近有1000多份 那我们剩余的部分 我们会把这些剩余的白米捐给 请人发展中心 让那些儿童能够一个快乐的年 协会除了感谢会员 和企业社团的慷慨捐助 也感谢里长们 帮忙盘查里内弱势家庭 让社会大众的爱心捐赠 能够发挥实质作用 帮助到真正需要被帮助的家庭当中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